欢迎收看大康报告 我是吴若玉 苹果下个礼拜二举行产品发布会 包括推出新款手机 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指 新iPhone生产过程出现了问题 有机会要延迟交货 甚至更改设计 预测维军报道 苹果每次有新iPhone手机推出 几乎都是供不应靠 但是今次可能更加严重 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 由于新iPhone在暑假期间 生产过程出现问题 可能导致供应短缺 同时要延迟交货 给第一批订货的买家 消息说整个生产过程 足足给园定的时间 迟了一个月 iPhone的代工生产商富士康 已经加快生产程序 以及增聘人手港工 不过苹果和富士康方面 都拒绝回应有关传闻 据了解今次生产有延误 主要是早前传出 苹果希望将Touch ID的功能 在营幕上使用 遇上技术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 新机计划采用的OLED营幕 要向南韩的三星电子购买 供应方面也有问题 消息又说 由于发布会章置 苹果有机会放弃现时的设计 用家解锁 要是要用传统的密码解锁 要是就要用新的面部识别解锁 本身订了机母货不算新鲜事 但是作为iPhone推出十周年纪念的产品 加上早前苹果销售下跌 外界对新机配合有很大期望 分析员更加是今次的新机 去挽救了苹果销售效率的功臣 但是有分析坦然 一般持交货一到三个星期都算正常 但是如果苹果原定9月到10月出货的iPhone 要推迟到2018年才交货 那就绝对是坏消息 消费者更加有机会因此转投其他品牌 节目时间到这里 再会